今天尝试着给一颗黑松做造型 心想那么细的主干 拿完应该不难 但是现实和想象完全不一样 因为经验不足 有力气也使不上 很多事情看着好像简单 做起来就困难重重 搞出一身汗 才基本做出一个框架 松柏类的盆景 枝叶茂盛才好看 所以制作起来比较费时间 每个枝条都要上履线固定 让松针全部向上 才会显得精神 整棵树我计划分做 左中右三分 上中下三分 为了以后的养护好摆放 最低的第三层 我会在后期再往下压低一些 我认为技术基础不扎实的情况下 要先把基本构图做好 先做到不难看 再做到好看 最后才能有特点 明天会继续更新这棵松树的制作 我是李相录 我们明天再见 有很多新手朋友问 什么时候可以拆掉履线 履线不是到定型后再拆 陷入树皮一点点就可以拆掉了 拆掉履线有被勒伤的痕迹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 可以慢慢愈合 拆履线用水口前最方便 硬拆的话可能会伤到树皮 冬天的盆景不敢修剪太多 适当修剪过长的这条就好 因为清香木修剪后会重新发芽 温度在零度左右嫩芽会被冻伤 影响来年的生长 浮浪的枯木清理一下 顺便检查一下浮浪程度 清理完顺着木纹拉出线条 尽量保持原有的自然形态 用钢丝刷仿佛的刷几遍 纹路就更自然了 石榴合剂兑一点点水 接下来就是认真仔细的涂 我用了一支小画笔 尽量不涂到树皮和新的伤口 清香木到底要不要涂石榴合剂呢 我们在留言区一起讨论吧 我是李湘璐 我们下周再见 这是一棵小石集 春天开白色花 秋天后挂黑色果子 果子的味道比较像狼梅 这棵树形两个杆交叉 把它去掉一个 留下的树桩雕刻一些纹路 让锯口变圆一些 之前的初枝留得比较合适 只是修剪都是长长的旧枝 没有留取小枝 这样修剪起来 很难看清枝条 只能是剪一步 算一步 小石集的萌发能力比较强 未来成型后 修剪次数也会比较频繁 剪完枝露出骨架 只做了几个小枝的略微调整 把大飘向下拉低了一些 转角处的结口凸起比较大 把它锯掉挖平 顺着树干的走势 简单雕刻一下 为了让以后的伤口更好看 顶部的结口也适当雕刻一下 这棵小石集 树形比较流畅 虽然过度还不够 但是买到这样的树材 至少可以节约两到三年的时间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李湘璐 我们明天再见 今天在朋友的园子里 看到一颗大理罗汉松 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它的购买价格 吓我一跳 买来的时候 是一颗没有造型的人工苗 居然花了将近四千大羊 因为大理罗汉松是云南大理的特有物种 自然界的存量非常稀少 物以稀为贵 所以价格也是贵的 让我不敢相信 大理罗汉松千叉生长缓慢 据说一年 直条生长长度也就几公分 市场上的千叉苗虽然不少 但是大的不多 或者根本就没有 建议大家制作盆景 不要制作于品种 盆景的价值在于合理的设计布局 和多年的精心养护 即使是普通的蔬菜 也能做出精品 像类似的盆景 即使品种再好 造型普普通通 也没有太大观赏价值 花大价钱 只是买个稀有 值不值得呢 还真不好说 好了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 淘了几个石头花盆 选一个比较深的 准备种一棵小苗进去 因为土容量比较多 直接种小苗 也可以长得很好 很多人讲 千叉苗根系一般不会好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取出来可以看到根系还不错 大的主根长得很长 小细根也很多 用铝线收拢一些 冬天换盆 能带的土都带上 这样成活率会更高 大概造型一下 填上土 压实一些 开始调整小细节 小苗枝条比较短 造型还不够饱满 这个粗度的小苗造型 相对容易一些 即使有一定的断裂 都会很快愈合 正常来讲 树的年纪越小 成活率和生长效果也就越好 建议没有把握种好盆景的新手朋友 可以从小苗开始养起 虽然只是一颗小苗 铺上青苔就有点感觉了 种好焦透两遍水 剩下的就留给时间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